總結上週 互指跌0.04% 恆指上週跌1028點 全州在22623點至21459點間波動 上下波幅1164點 總結1月恆指共標2060點或10.4% 更年升3個月 國指與科指分別抽升10.7%和10% 三大指數也是連升3個月 本州重點關注 2月7日加拿大公布商品貿易額 2月9日美國公布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2月10日中國公布CPI同比 中國公布PPI全部工業品數據 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 香港與內地將於今日6日 起全面 全開放通關 加開羅湖 香圓維連堂及黃江旅檢口岸 以及沙頭閣口岸貨運服務 恢復疫情前的每日運作時間 現時正在開放的海陸空口岸如常運作 所有出入境口岸不設限額 不需要事前預約 出行前48小時內核酸檢測要求 亦將取消 而前往內地之前7日曾到訪海外 及台灣的人士 仍需要提供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3歲或以下又同可豁免 李家超解釋 由於香港和內地即將全面通關 預料會帶來大量人員往來 因此將對過境北上人士維持一段觀察期 之後會再檢視情況 與此同時 政府日前已啟動 你好 香港 全球大型宣傳活動 項目將聚焦四方面 首先是準備了50萬張機票 歡迎所有人從世界不同地方來到香港 尋找機遇 亦為旅客準備名為 香港有禮等一系列精選優惠等 旅法局會提供100萬份 香港有禮HK Goodies 消費優惠券 2月2日下午午時起於四個旅客口岸的旅法局接待站 會開始派發相互推出的消費優惠券 受一系列利好政策刺激 本港經濟及消費復甦指日可待 港鐵公司0066 將有望成為主要受益者之一 2022年 港鐵日軍在客量約416萬人次 較前年下跌約6% 但隨著疫情緩和及東鐵線過海段開通 2022年下半年乘客量逐步回升 另外 去年重鐵列車共有154宗達8分鐘或以上然不事故 較前年194宗下跌約兩成 乘客車程準時程度達99.96%的水平 隨著跨境高鐵服務開通 以及旅客重新來港 香港車站商務運營 物業租任等業務仍有較大收復空間 集團業績亦有望穩步提升 繼續看好集團鐵路物業的發展 有助集團維持財務穩健的同時 有更多資金投資於新鐵路項目及更新設備 前景值得期待 下集團隊 內容 感谢观看